HELLO 大家好 我是用來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英雄地下城喔 那英雄地下城的話我用的是這個 也算是老陣容啦 那只是因為這一次的一個傷害量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把光拍換成火錫 增加一個自己的回合數 其他就是大家很常看到我去使用的一些 我自己覺得打地下城很好用的角色嘛 像是火格啦 水精靈啦 光卡啦 光泉城啦等等的 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素質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好啦 那這邊就直接夠夠了 那我覺得這個 再次的英雄地下城啊 這個 欸... 我們就一個一個屬性來介紹好了啦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這個實用程度應該是暗大於... 暗大於光等於火 大於等於水 大於風 那這邊我們先來看喔 火屬性的這個火旋琴呢 它的一個技能... 欸...這不能看 火旋琴它的一個技能組呢 就是這個... 二技能我記得是有補血吧 然後應該是補血跟這個... 退條 然後三技能應該是加攻擊跟拉條 欸...我不確定有沒有退條啦 三技能是拉攻條加上這個加攻 那火旋琴的話它可以作為一個... 這個... 提條角色上場 雖然它的激素並沒有到特別的快 啊...不對 火旋琴它的二技能是這個... 呃... 甚至它甚至撐到高速 它也可以在... PVP公會戰啊 據點戰啊 等等的 去做到一個提條輸出的部分 那... 有觀眾朋友有... 有去推薦我說可以利用火旋琴 然後去扛... 雙子 就是暗旋刀跟火環的陣容 然後去做一個反拉條... 反拉條反打的一個動作 這也是我目前還沒有去嘗試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好像... 聽起來還算蠻... 蠻有機會的一個陣容 然後火旋琴它的一個... 三技能除了拉攻條以外呢 它其實也可以去... 呃... 做小... 小部分的補血 就它是一個拉15%的攻擊條 以及... 呃...每一次行動... 每一次... 它使用三技能演奏的時候 每一次行動可以回15%的一個體力的一個角色 然後還可以獲得一個... 呃... 加攻Buff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看到的這個... Function琴 Function琴我覺得是它最可惜的啊 它的一個... 二技能就是一樣 減少... 每次... 每次... 行動會扣... 這個... 5%的體力 那也是可能拿來去對付那種... 很愛行動的角色 可是... 這個技能其實對於玩家來講影響真的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主要可能是... 對於這個... 呃... Pata啦 等等的效益會大一些些喔 那... 它的... Function琴的一個被動技能是... 每一... 在使用二技能的時候呢 它受到傷害量會減少30% 那我自己覺得... Function琴的一個表現就真的很可惜 就是它... 它的... 它的全部的技能組 都是讓它看起來 是以... 二技能為主 可是它的二技能卻是以打... 可能爬地獄塔等等的 或爬地獄塔啊 或者是打一些PVE關卡為主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變成說... 它在... 呃... 玩家的對戰使用上面 它的... 它能做到攻心就真的小很多很多 而且... 還有一個光璇琴的一個表現 比它更亮眼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風璇琴就真的比較可惜一點點 然後水璇琴的話 雖然說我自己很少用它 但是... 火... 呃... 不是火璇琴 水璇琴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英雄地下城的主角喔 水璇琴雖然... 雖然說... 那個... 它的一個... 表現就是... 好像我很少用它 但是其實水璇琴是很漂亮的角色 它的二技能是群打三次 並且有機率造成... 一回合的暈眩 然後並且... 這個... 如果目標在前幾下就不能... 不能... 就被暈眩 又或者是目標在... 這個... 被打的時候就已經被暈眩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扣攻條的效果 那三技能重點 三技能... 會給自己一個免疫效果以外呢 它會使敵方行動的時候 無法獲得強化效果 所以它可以去對付那些 有加攻的陣容 或是有免疫的陣容 如果像對方如果是... 有這個... 風術琴啊 又或者是有什麼... 呃... 加攻角色的這個陣容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風術琴啊 火術琴啊 又或者是... 欸? 有什麼樣的加攻角色是比較常見的 光仙女王... 比較沒有那麼常見啦 又或者像是... 呃... 水澳的提條... 水澳的這個加速效果等等的 都可以利用這個技能喔 讓... 對方沒辦法去獲得Buff 那這時候我覺得重點反而是這個加攻跟免疫 如果沒有加攻對方的輸出就會有限 如果沒有免疫的話呢 我們反正就可以一直去控住它 就可以一直去做到控場 所以我覺得... 水旋琴其實在打... 不是RTA 在打這個... 據點戰的時候是偶爾可以上場的 偶爾可以上場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光璇琴也是很久以前開過的一個英雄地下城喔 然後它的二技能一樣就是那個... 對方每次行動會扣5%的攻擊... 攻擊... 呃... 這個體力 然後它的三技能是敵人每次獲得回合的時候 自身攻條會減少10% 但如果不是在演奏期間的話 則會增加20%的攻擊條 這個三技能讓... 風璇琴直接變得... 因為風璇琴只是單純的減傷 但光璇琴是可以利用這個被動技能 長時間長住一直去使用它的二技能 所以整體上的表現就會變得比這個風璇琴還要來得漂亮 所以我覺得風璇琴的可惜之處是在於 光璇琴因為它的... 這個整體的一個... 技能組使用它的這個二技能 怨恨旋律吧 的表現... 更漂亮 所以風璇琴表現感覺就更差 然後... 最後的話呢 就是我自己最近有抽到的 暗璇琴啊 暗璇琴就真的不用講 它就是我自己覺得所有的璇琴當中最漂亮的一隻 最漂亮的一隻角色了 因為暗璇琴它的一個... 它的二技能一樣是群打 然後有機會... 群打三下有機會暈眩... 被暈到的話還可以減少攻擊條 這個比較沒什麼的 就是... 呃... 不如小補... 不如小補的感覺 但是它的三技能 王國之音 搭配到它的隊長技能是 公會戰的24%速度隊長 這個搭配呢... 這就是變成說它可以去打一個一波流的戰術以外呢 它的三技能是... 在兩回合內我軍增加攻擊速度以外呢 在這個演奏結束之前 雙方的傷害量都會增加25% 所以說... 這個暗璇琴的話 它就可以去搭配一波流 只要你速度有配好搭配一波流 它基本上它的傷害是可以讓你的重醜 達到一個傷害天花板的 所以... 其實在有暗璇琴的幫助下 風醜大概就可以切到一片 大概18000、19000左右 所以... 等於說它要切下去可以達到5萬以上的傷害 如果不是一個超級坦型的魔靈 基本上都坦不住 基本上都坦不住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暗璇琴就是一個最強大的... 它就是暗璇琴遠大於其他四肢 但暗璇琴可能是遠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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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大於風醜琴 因為風醜琴就真的... Joke 這真的是... 這真的有點Joke 好啦 那... 以上就是 這一次的一個... 璇琴術是簡單的介紹 那... 我自己覺得除了風旋琴以外 剩下的45旋琴 都是可以練來做使用的 那如果你有暗璇琴優先練 你要打地獄塔練光旋琴 你要打... 這個公會巨點站的話再練火旋徑跟水旋徑 你肥料太多不知道幹嘛再練風旋徑 這是我自己推薦大家的一個旋徑數字如果你真的要去練的話的一個順序唷 大哥哥 那這個好啊這邊也順利通關完畢了 欸? 欸等一下這個畫面為什麼卡到 為什麼畫面會卡到 算了這個我記得前面應該... OKOK這樣好了這樣好了 OK 好啦那 那這個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英雄地殺城簡單的一個介紹啦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講的 那通關這個陣容其實我也都是開自動啦 那一樣還是老規矩 如果你會一直翻的話 那只是單純的因為符文可能還沒有到那個水平 用手動可以在大幅度的下降通關的一個標準 所以如果你自動沒辦法過的話就改成手動就好了 好啦那這個月也只是比較多的那種 因為有很多的那個 可能會同一場有很多的這個 風旋琴啦 有很多的這個光旋琴啦 就是你只要行動就會扣血 所以他會 緩慢的一直去扣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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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感覺很煩 但是其實並不會受到什麼 瞬間的大傷害量 所以... 其實整體上來講真的算是很簡單的 好啦那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改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